Hello 大家好 你們是Mii哥 作為劇本殺新手的我 看到一副新出的劇本殺遊戲 當然要試試吧 讓我看看這遊戲究竟是新手可以玩到的遊戲 還是適合劇本殺的老手玩的遊戲 嘗嘗看看遊戲如何玩 遊戲的玩法很簡單 首先在Case 1的畫面裡拿出所有東西 然後隨機把劇本派給每位玩家 每位玩家看完劇本後 每位玩家可以拿一個自己喜歡的棋子 還有拿三個驗證指示物 遊戲就正式開始了 但都會發現有些後備的貼紙 這些貼紙稍後就會揭曉 當收到指示的時候就把它撕出來 然後貼上去地圖上 現在暫時可以放在一旁 每一輪裡面都要分四個步驟 分別就是調查、證言、討論及準備 在調查階段 每個玩家就要將其棋子放在空格內 而只要有一個玩家在那個區域裡面 其他玩家就不能走進去調查 然後那個玩家就在那個區域裡面 選一個證據調查 首先在格子裡面按一按 然後在牌庫裡找回那張牌 那張證據牌就屬於牌 其他玩家是不能查看的 當每個玩家都調查過一次之後 他們就會輪流分享自己看到的證據 而這一刻每個玩家都可以選擇說真話 或者說謊話都可以 當分開完之後我們就要到下一個階段 就是討論階段 在這個階段裡面玩家可以自由討論 究竟誰是兇手、誰有嫌疑呢 而在同一輪裡面 任何玩家都可以發揮一個驗證指示物 然後去看看任何一個玩家的證據牌 如果玩家想驗證之前輪次的證據牌的話 玩家就需要花費兩個驗證指示物 同樣的 用完都會消耗了 完成討論之後 我們會結出這個輪次 如果這一輪不是第十二輪的話 我們進下一輪 首個玩家就要把指示物傳向左邊 然後就開始下一輪遊戲 直到十二輪完結的時候 我們要進入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投票階段 首先他們會進入一個會談環節 他們就可以輪流發表一對案件的想法 進行討論 然後就會去到指控階段 每個玩家數三聲之後就輪到一個玩家 而最多票數的就是投號嫌疑犯 投號嫌疑犯就會有一個辯護階段 當嫌疑犯辯後就問問投票的玩家 有沒有需要改變他的票數 最後如果票數沒有過半數 就會立即進入回談階段 重複以上的步驟 最後如果三次的指控都不成功 兇手就會獲勝 但如果投票通過了 我們要檢查投號嫌疑犯是否兇手 如果投號嫌疑犯不是兇手的話 就是兇手贏 就算我們投得到兇手 兇手也有一次反省的機會 只要兇手說得出其他玩家的秘密任務 他就可以反省 亦是這個遊戲比較特別之處 當一個遊戲結束時 就可以打開這個秘密檔案 就是對答案 裡面就會涉及兇手的毒白 以及究竟誰是真正兇手 如果某個遊戲好不好玩 我想先打定底線 如果你是劇本殺的魯煉玩家 你先不要心亡 這個遊戲什麼三刀兩毒 聚絕性詭計 應該就沒有了 它是一個設計給新手 嘗試劇本殺是怎樣的遊戲 以我玩第一集的經驗來看 它不是一個很推論式的遊戲 它有點像強化版的Kludo 每個玩家就在不同地方找證據 然後再加上有一個微型的劇本 令到你可以扮演到一個角色 大部分時間都是打過狀態 狀態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要說謊的時候 要說得比較理直氣壯 當然這遊戲是目標新手 所以空手的難度也很低 就算你掩飾不到自己的秘密 盡量找不同玩家的秘密 我只要說出所有秘密 我都可以反省 這是一個挺好的機制 唯獨 少許不滿意的是什麼呢 秘密檔案叫別人不要看 但其實很容易展開它 有時會很不經意地看到空手是甚麼 我第一次玩的時候 少許不想看到 如果廠商在這個檔案裡貼一塊貼紙在這裡 我覺得就完美了 不會在拿出來的時候 就會看到答案 我覺得這個位置可以做得貼心一點 這就是謀殺之謎 嚴返遊戲了 感謝大家在這裡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防禦博的影片 記得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